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美的女人 收一下物业费 你让谁给压抑成这样啊 是收物业费累的 你是物业费是吧 物业费没问题 我可以交 但是我想确认一下 你刚才说 谁最美乃哥 最美 你最美 我 你大的双谁最美 谁 你最美 你最美 我美的这么不光明正大吗 赵刚子 做人要表里如一 亲口一致 忽悠谁啊 以为我看不出来 失败了 赵天没帮我笑死 这么重大的决策 这么一会儿公主就决定了 赵刚子你欺人太甚 我告诉你 这不是没有地儿亮吗 姐没事把被拿走 上我那个墓园去 在一个墓园上给它晒一个 就是 你俩这是啥呀 你往哪儿亮啊 你见过小墓园 怎么还起来了呢 怎么了这是啊 主任的 你来的是真好啊 赵刚子不让我们在这儿晒被子 但是他在这儿晒他自己家的被子呢 我跟你说哈 就赵刚子这种行为 简直就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我们百姓点灯的行为 我给你汇报一下 误会了 纷纯的误会 是我刚才来跟他说 今天冬光场可以晒被子的 赵刚子你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早说 你这还在这儿沉默 是不是造成这么大的误会 不是怎么就我造成这么大误会 我刚才跟你俩解释了 你俩不信呢 不是你刚才才说清楚 赵刚子 我说的还不清楚 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呀 赵刚子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扣什么字眼啊 你就承认你错了不就完了吗 你错了 知道吗 哥 这么完蛋 我那大户型照样给你过货 我去快再照样 小花了水果团照样上 刚才那个拉紧别是从你们家出来的 拉紧别是什么情况啊 我妹妹要考音乐学院 声乐系 女高音 花枪 你妹妹这不是花枪 你妹妹这是武器 我跟你说啊 这是噪音 扰民 不行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武器啊 伤害到你哪啊 啊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 有人告状啊 小花 我让你解决的是酸彩缸 你跟我说的是花枪 你要想解决花枪 你就先给我解决酸彩缸 再解决我的花枪 去 你就咋的要私定重身了啊 姐我看你这是要玩混沌篮桥啊 哎 这有啥可景象的呀 大清哥都要混沌奇葩啥的那种 你说啥呢 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嘴欠你知道吗 我诚心让他上去挨洞去了吗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 我担心他在这儿 我不是怕他给我绞合了吗 走啊 来了 哎呀他来了 哎呀来呀 哎大美姐 你找你 荒山那么没出息你 有人在家吗 来了 大美你好 撒开 我看你 臭的人 大人家后边的人 对不起 认错人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他个这儿 大美小姐 你跑 看着我都没认出来呀 我是不是照片劈狠了 不不不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是我没看出来 我的错 不不不 肯定是我照片劈狠了 真对不起 那软件我刚用 我不太熟 不不不 跟软件没关系 是我眼睛的问题 不不不 是我脸的问题 是我脸的问题 对 就是你脸的问题 那我怎么 别急 我今天给你给你一样小礼物 哦 是吗 往前 看见呗 这在我们女孩眼里 这就特别顺顺 在我们男孩眼里边 这就叫序道 请看 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情人节礼物 仅此一件 仅此一件哦 哎呀 这个就是 你跟我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咕噜滚吗 嗯 它叫石头技牌 仅至提升 俱赤 不乐棍子 哎 你觉得这个小东西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的功效吗 那当然了 来 请看 看她的脸 一看 就知道她经常熬印 一熬夜 就缺水 一缺水 就抽抽 一抽抽就塌了 但即便你到了那个份上 只要拿着它 在你的脸上 那么一股无路 就能赶开了 这里要两颗大白菜 能追上小姑娘 那小姑娘我还追的干啥呀 那你的意思得送一车呀 那车她能留下 不说了不说了 你昨天丢两颗 今天又丢两颗 你怎么办 怎么办 给物业打电话 打电话给她吧 那什么 媳妇 你打吧 矫情的事你比我再好 你打 哎呀 这不说好了吗 你主外我主内吗 我马上就要生气 别行 我马上就要爆发 媳妇 一 二 千万别说三 千万得 来 物业呀 你好 我业主 怎么玩呀 啊 叫完了物业费 啥事都不管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出事了 出大事了 我们家大白菜丢了 我跟你说啊 限定五分钟之内 马上出现我的面前 否则 你连 后果字符的机会都没了 我媳妇要生气啊 我媳妇要生气了 我跟你说 爱熟悉的不仅是我 物业费 明年一份都没有了 嗯 继续开始 嘿嘿 女文 有样没 还行 老公 其实我跟你说吧 就是你打了也是白打 你知道吧 你你昨天的案还没破呢 是吧 你得靠自己 老公 老公 咱俩找着 找着 你跟我找着 找着 你看什么呢 看你啊 看我干什么让你看白菜 白菜 你看看 是白菜 这不是土豆 一 二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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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找到了 看见没 他们家的白菜 比咱家多 看出来了吧 我早看出来了 我就是没说 你说他家那老头老太太 天天说 吃白菜 吃白菜 炖白菜 凹白菜 煮白菜 拌白菜 白菜 其实白菜片 白菜皮 辣白菜 对 天天吃白菜 白菜不见少 还多了 怎么回事 是啊 就是 你说咱怎么 他家这么个邻居啊 找他去 别别 我跟你找他去 媳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事不容易费心 我解决 搞定他改事啊 哎呀 刚接到报案就破案了 我转一个线形 人葬巨货 贿赂报案 转移葬握 消费证据 黑毛黑毛 我是白毛 我是白毛 耗子已经落网 耗子已经落网 你干什么 你要袭警啊 黑毛黑毛 我是白毛 看样子 我马上要挨揍 马上要挨揍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这是什么猫啊 你整个瞎猫 你戴个眼镜 你说谁呢 我说他呢 说谁呢 谁瞎猫啊 一二三 这是我们的奖品 奖品只有一个 男人得让这个女人 我把奖品 我把奖品送给黄小环 金大美 拿的是第四名 今天在这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分贝 否则这边容易爆炸 黄小环 黄小环 杠子哥 杠子哥 咋了 他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杠子哥 怎么了 黄小环 骂呀骂呀 你小点事 咋了 过来 过来 干啥呀 过来 咋了 这是咱们第一名的奖品 我给你拿来了 给我送奖品来呢 送奖品偷偷摸摸的干啥呀 小点事 送不好容易谈上身 哎 换换 你拿着 啥呀 护肤品 哎呀 不用 拿回去给大米粒用 你看我这皮肤还用护吗 再说了 我得谢谢他 本来是应该你背着大米粒跑的吗 哎呀 皇上 你可别这么说 我要是背着大米粒的话 现在还在跑道上 哎呀 行了 别客气了 走吧 哎呀 你真不要啊 对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就是刚才吧 我看见金大美了 哎呀 心情不咋美丽啊 就是你拖地那个事 全小区都知道了 你现在有个外号叫赵拖地 祝你平安 现在摆在我面前就两条道 一条安慰一下金大美 另外一条道撒丫子就跑 完了 完了 暴露了 只剩一条道 安慰他 敲门都得敲三次 走开 不要见你 说正词 赵刚子 你拖完跑道 来这拖楼道来了 你知道我为了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 我练瑜伽 高温瑜伽 低温瑜伽 空中瑜伽 光海参我就吃了多少根啊 全让你耽误了 咱俩继续努力 明年咱们拿第一名 明年跟今年能一样吗 这可是我们小区第一届趣味运动会 知道吗 我现在都成趣味了 其实咱们取得成绩还可以 第四名 说得过去 一共就四组 楼下张大爷张大妈都跑第三 咱情何以堪 全让你拖地拖的 知不知道